这是一本A4大小的一半大的规格 就是19公分乘以13公分 那这个攜带幻变 那你参阅图解的时候也很方便的幻变 那这个书主要是介绍圣经的福音作品 怎样教你们怎样去捏缩 它是基础篇上级 准备还有下级 那山西雕塑图制作的 这个是隐隐所创房的林玲老师编著的 这本书后面的孔雀就是这一只 这一只孔雀 那这个里面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圣灵九果 那圣灵九果的话我们再加上三个果实 纯洁 谦卑 怜悯 就可以过成一幅时钟的画面 那这一本书主要就是介绍这12种果实呢 怎样去捏缩出来 那捏缩好果实以后呢 这上面有一些文字 这个文字就是用这个模子压出来的 压出来以后呢 你再给它贴到这个果实上面 那你如果想要这个文字清楚一点 你再用压克力颜料给它着色 这本书的后半段呢 我们是挑选那个神的创造物 很原始的 很独特 美丽可爱的动物 不是后来人类再配种的那一种 都是很原始的 教导怎样去捏缩 你把做好的动物呢 你可以连磁铁啊 或者别针啊 做装饰 那我们是把它设计在这个 瓶瓶罐罐 回收的瓶瓶罐罐上面 那你再给它贴上一些经文 这个是 这个鸵鸟是从哪里出来的经文 让小朋友看到了 让每一个人看到了都知道 这是神所创作的 可以使用的器皿 这个树叶的经文 书签呢是用3C雕塑图做的 它的特性就是可以很薄很薄 那你干了以后呢 作品干了以后 你刷洗它也没关系 你重压它也不会怎样 那这个有大中小的树叶规格 你要什么颜色啊 你要什么经文啊 你这个都可以自己挑选 那这个的教学方式呢 就是在这本书的后面 最后面这边有 教导怎样去 制作这个书签 就是这个书签 就像这个书签 说明明让我越决定 在这本书签 就像这个书签 在是有什么样的 我答案 有点生意的 这本书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